鸡北北陶1200都会通定期票7月1号将正式启用 民众可以直接在捷运站等地点购买TPass通勤月票 或是用原本就持有的悠游卡来进行1200定期票的预购设定 民众可以持目前手上的没有设定其他定期票的悠游卡 或者是拿着新的目前行政院通勤月票的TPass 然后呢前往这个设定加值 民众持悠游卡然后加值定期票以后 假如是7月1号开始加值 那要在30天内进行第一次靠卡 那假如您是在7月15号进行第一次靠卡 比如说您搭乘了2088客运 那在7月15号搭乘 那起算日就是7月15号起30天内 可以使用这一张定期票 但原先有使用1280定期票的通勤族 想转换1200定期票时 交通处也提醒注意事项 因为有一张悠游卡 目前只能设定一种定期票 所以如果您目前有使用双北1280定期票的 那可能要先办理退票 或者是呢先让1280的定期票先用到完 然后再加值这个12G北北桃的1200定期票 那如果民众有任何关于这个 参加利用相关的网站来查询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都天上的不 ehkä 事项和艺术